這種商品好像沒有 行車記錄器就是行車記錄器 有沒有可以跟iPhone或者跟Android Phone可以連結的 好像沒有 所以有廠商就是想要做第一個 當然就遇到問題 比如說我要控制行車記錄器 行車記錄廠商會提供對應的class給你 那你一定沒有用過這個class 但是他會給你對應的說明檔案 所以你就要懂得去呼叫 類似像scanner 反正scanner就是scanner什麼 scanner這個使用者的鍵盤動作 行車記錄器要做什麼 反正就是不外乎錄影的影像對不對 然後可能他有什麼樣的參數可以提供給你 提供給你之後你APP就可以接收到 這中間怎麼去傳送 其實目前當然因為太新了 沒有沒有人沒有人知道哪一種方式最好 可是你可以先try 所以走第一個 永遠他的那個商機是最大的 除了行車記錄器以外 後來又發現好幾個也都類似的需求 比如說用在什麼 反正家庭也可以 或者是保全或者是防盜 反正這些或者是汽車防盜器有沒有可能 可以啊現在如果說你車子被動到了 那有沒有可能你可以馬上透過行車記錄器 知道你現在有沒有旁邊是不是真的被A到了 或者是說什麼什麼你被脫掉了 諸如此類的 如果你有這種東西我想附加價值會很大了 那這邊的話就是跟各位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很多同學學了半天都不知道學什麼 那java其實重點就在這個地方 import什麼東西 那這個import 如果你有外部的 外部有匯入相關的那個這個叫做類別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當成韓式庫啦 因為在那個這個早期的那個C-Shark裡面就叫韓式庫 然後在這個java叫類別 可是實際上是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發現學一堆 那為什麼很多人每次學一學都越學越頭痛 因為他要記這個要記那個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那這裡的話比如說我給他一個start 然後把它匯入進來OK 那再來的話前面這部分就可以把它去掉 接下來的話呢我們要讓使用者去輸入一些東西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就把它print out 請輸入什麼一個最大詞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透過那個sc 因為呢我們在這個地方scanner要實體化 那所有的實體化就是說呢 這個scanner這個類別 它本來是不存在於我們的記憶體裡面 可是我現在要拿它來用的話 必須要把它實體化 那實體化在物件導向裡面會有一個關鍵 是叫new new之後的話在記憶體裡面就會有一個實體的存在 那這個就會產生